大家好,我是一区小九 我是在2021年的7月30日 开始了我的房车环游中国的旅程 12月份的时候呢 在西藏的拉萨 结识了这只拉布拉多 当时呢,它只有两个月大 又萌又可爱 取名呢,叫做皮皮 从此,它便和我生活在房车上 它的狗身也从这台房车开始 至今已经527天了 皮皮呢,和我去过很多的地方 乌丰,港人波奇,扬州庸措 等西藏各大知名景点 它还去过云南,贵州,湖南,河南,河北 内蒙古,江苏,浙江等等等等 很多地方 未来的路啊,还有很长 皮皮将陪伴着我 走遍中国的各个角落 看遍山淳湖海 今天的视频呢 将从三个角度 观察一下我下车看路后 皮皮在车里面都做了些什么 摸山淳湖海 第三集 Sabb后 从三个角落 太车看路 抽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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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